小村莊 從前在遙遠的地方 有一條小村莊 在這個美麗的村莊裏面 住了一對好朋友 帕保羅和布魯羅 他們都很年輕 夢想住一個更美好的將來 他們經常談論自己的夢想 談論怎樣成為村裏面最成功的人 他們都不怕辛苦工作 一直在尋找機會去達到他們的目標 適應他們的夢想 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 村長決定僱用兩個年輕人 穿過山谷 將山上的泉水運到村裏面 報酬按照他們運水的數量來計算 帕保羅和布魯羅非常興奮 馬上投入了工作 每一天,他們從早到晚拿著水桶 來往於山泉和村莊之間 他們很努力地工作 將水運到村莊裏面 每天晚上,他們帶著當日的報酬回家 布魯羅很滿意這份工作和報酬 他很相信,通過這份工作 他就可以實現他的夢想 布魯羅想 如果要增加他的報酬 他就要換更大的水桶 這樣,他每一次就可以拿更多水 他相信有了更多的回報 他很快就可以買一隻乳牛 以及他一直夢美以求的屋 但是,帕保羅並不滿足於他的步驟 每天回家之後 他的背、手都很痛 而且更疲力盡 他在這裡尋找一個更輕鬆 能夠賺到更多錢的方法 有一天,帕保羅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他打算建一條管道 將山泉水引到村莊裏 有了這條管道之後 他就可以將更多水運到村莊裏面 去建造管道 布魯羅認為,這簡直是封國 布魯羅想的是 他今天能賺到的錢 能賣些什麼 以及怎樣可以更快賺錢 建管道會拖慢他的步伐 推遲他的夢想實現 布魯羅換了一個更大的水桶 而且增加了往返的次數 他很相信用這樣的方法 他可以賺到更多錢 布魯羅決定一個人建造管道 他知道 要建這條管道一點都不容易 而且會花不少時間 布魯羅知道 他的管道可能要花幾年時間 才能夠完成 但是他只是釘著自己的目標 每一天 他都好像以前一樣 用水桶混水 但是在周末和業餘時間裡 他開始掘開石頭和泥土 建立他的管道 第一個月 他的工作進展並不明顯 布魯羅和其他村民都在嘲笑他 他們叫他管道人拍手 在這段時間裡 布魯羅的報酬增加了一倍 他買了乳牛 建了更大的屋 他的生活方式改變了 工作之後 他會到酒吧裡 用他運水的收入來好好享受享受 布魯羅沒有意識到 由於每天他都要拿著沉重的水桶 他開始駝背入 他一臉疲倦身體疲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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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帕魯羅還是越復一月的工作 很快 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 帕魯羅的管道終於完成了 他不再需要用水桶 把水拿到村裡 現在帕魯羅比以前賺到更多的錢 無論當他睡覺 吃飯 這是度假的時候 管道裡的水 都在這裡 源源不絕地流入村莊 由於他的眼光 毅力 和身份工作 水 源源不絕地流入 現在 只要有水 由他的管道流入 他的收入 就隨之而離了 帕魯羅和布魯羅其實是現實生活的反應 就好像大多數人打工賺錢一樣 布魯羅通過拿水桶來賺錢 他拿著水桶 來往於全眼和村莊之間 以換取金錢 要增加收入 他要不就增加拿水的次數 要不就用更大的水桶 在現實生活裡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我們可以通過努力工作 從而賺更多的錢 例如加班或者找份檢值 我們可以換個更大的水桶 也即是接受一份更高收入的職位 意味著 你要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工作上 我們大多數人都像布魯羅那樣 用時間來換錢 我們知道 每個人一天都只有24小時 而且 我們不可能將全部的時間拿來工作 由於年齡 健康 以及其他因素 當我們不能用時間換取金錢的時候 生活的困境便隨之而來 那個時候 我們的收入便停止 好了 讓我們看看柏寶羅是怎樣做的 柏寶羅很聰明 他並沒有將他全部的時間 來換取有限的收入 他用一部份時間來建管道 他知道 只要有水流入 管道便能為他帶來 源源不絕的收入 而源源不絕的收入 並不是 與他每日的工作時間 直接相關 柏寶羅知道 由於年齡和健康的問題 終有一天 他不可能再用時間來換錢 柏寶羅知道 只要他的管道行得通 他只需要經歷一次建立管道的辛苦工作 管道建成之後 柏寶羅只需要管理以及維修管道 他的收入便會源源不絕的進來 柏寶羅向我們證明了 要增加收入 我們不一定要用時間來換金錢 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那你呢 你是像 寶羅那樣 用時間來換錢嗎 還是你好像 柏寶羅那樣 建立和維修管道 而獲取源源不絕的收入嗎 如果你對建立自己的管道這個概念感興趣的話 我們建議你的聯繫 借這個項項給你看你的人 這樣 你今天就可以開始 建立你自己的管道了 做到 看了 メ洗手段 你會忘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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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忘記後 你會忘記後